寶妃心灵的风筝 去追寻蓝天的青春 白云的春景 让这世界变得紧张 看大地万物 总是和谐与谷 可问千万颗星明 是否愿你善良 丢失了见证 听人 那欲望之火 都走深沉 啊 你的幸运 我的幸运 都属于成真 都称赞 无暇的爱 和疾债的我 啊 口香星云 染山娘方无声音 抚慰人生 我的歌声 让心灵回归圣洁光温 与铁藏 要许多 我的歌声 是拥有的众生 永远不换人心 心灵 心灵 你怎么来了 坐 所以怎么了 妾家里一会怎么不去 也不开手机 你喝点什么 不了 谢谢 怎么了 有心事 厂里出了点事 很不幸的事情 什么事呢 我的好朋友 总工程师韩丰 现在躺在医院里 正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 据说 他杀了他的助理柯兰姑娘 韩丰杀人 怎么可能 我见过韩先生呢 标准知识分子 文文儒雅 不可能 他不可能杀人呢 天底下怎奈何得了一个情字 厂里的人都在说 他在搞婚外恋 真是难以自拔 齐哥 你不是他好朋友吗 对他私生活一点都不了解 也没有问过他吗 咱们可都是成年人 应该懂得怎么尊重别人的隐私 再说了 我只是一个经济动物 只种地挣钱 对其他的东西反应吃争 韩丰发生这种事情 对你这经济贯物一定造成很大的损失吧 是啊 千钧易得 一将难求 齐总 单字已经到了 来 你签个字 你看 新产品的开发 因为寒风耽误了下去 可这钱还得甜甜花 忘了给你介绍 这是我的助理 陆燕 陆燕 这就是梁小姐 你好 我们齐总啊 经常提到您 我还有事 你们慢慢聊 好 好 那么是不是这种情况 也是某些人愿意见到 你可真是我的知己 昨天我也是这么对警察说的 确实是不排除 我的竞争对手 嫁祸于我 照这个意思来看 就是某些人特意针对你的阴谋 那我不明白 不过这都是应该警方的事 是啊 这话题很有点严肃哦 走 你陪我出去轻松一下 出去 去哪儿啊 逛菜市场 逛菜市场 你不晓得啊 小时候呢 我上学的时候 最讨厌家里没有人接我了 然后呢 我就喜欢走那菜市场 听那吵杂的声音 闻到蔬菜的香味 真是享受呢 我告诉你啊 我小时候也买过菜 我从来就没觉得 那里头有什么好闻的味儿 告诉你 讨厌 走啊 拜拜 这是我们院长 他们是我从人民医院请来的 你好 你好 这位是王主任 这位是张主任 你好 你好 这位是李主任 你好 你好 这位是公主任 你好 你好 许主任 你好啊 好 大家请吧 请 我知道你们在怀疑我 我也知道你们在心里怎么编排我 但是为了韩风 什么样的委屈我都能忍 真相一定会打败的 情况怎么样 韩风目前已基本脱离生命危险 至于为什么这么久没有苏醒过来 原因是多方面 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过这段昏迷时间持续不能太久 否则以后苏醒过来 会对她的大脑产生一定的损害 对她的今后是很不利的 那该怎么办呢 想尽一切办法去唤醒她 也许亲人的呼唤 会产生一行不到的效果 好 谢谢啊 你为什么还不行 韩风 韩风 为了 我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 我知道 你没有做那种坏事 你不行 是因为你有医学手段查不出来的伤 韩风 咱们在一起 经过那么多磨难 我现在也怀了小孩 你就要当爸爸了 你想听什么呀 你怎么还不行啊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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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托了 我托了 别拋送 别拋送 别拋 这个我不怕 痛啊 快点 你嘞想住吧 你喝水 ros 我好乖 那以后规定谁都不认课就行 说好了 行 行啊 那我再告诉你 我小的时候啊 特别喜欢听那个歌叫巴音河 你知道吗 只要在我睡得再死我 只要一听那个音乐 我马上就会醒 那巴音河绝技了 你不是永远醒过来了吗 谁说的 巴音河 小姐 这有卖巴音河的吗 对不起 我们的音河刚卖完 我帮你其他的看一下咯 谢谢 不要 小姐 这有没有那种巴音河 不好意思 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好吗 谢谢 不客气 老板 这有卖那种能唱歌的音乐盒吗 巴音河现在不松散了 已经庆子了 你还要买什么 不 韩风 对不起 我真的尽力了 我就是找不到那种巴音河 大爷 你这巴音河在哪儿买的呢 小妹妹 这可不是买的啊 这是我们当年定情之物啊 大爷 能不能借用我一下 我丈夫她现在一直昏迷不醒 我什么办法都想了 她就醒不过来 她以前最爱听这种巴音河的音乐 也许这音乐能把她唤醒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你对你丈夫的感情 让我们这些佛容祖残良的老人也都唯一是动容啊 老婆 能不能和你三两个事 老婆啊 我一辈子都是听你的 从来是听出主意我照办 今天能不能让我自重一回主张 当做人家晚辈 你说这种话也不害羞 只要你的想法对 我什么事情不让你拿走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我就放心了 姑娘 我把这个巴音河式送给你了 但愿她能帮助你创造奇迹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 没用的 我知道什么声音都还不行了 我知道什么声音都还不行了 我不甘心你知道吗 我不甘心你知道吗 不甘心知道吗 你听见了 你听见了 你听见我的声音了 你听见我的声音了 你香 Safari 医生 医生 你现在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案发经过了吗 可以 麻烦你告诉我你和柯兰的关系 我跟柯兰最初是同事 后来呢 后来 他让我做了你们警方的卧底 什么 卧底 对 你们不是怀疑我的老板齐国志 是贩毒集团的头目吗 他让我帮着搜集证据 后来呢 后来 后来我实在不想做了 因为他的确影响到了我的家庭 我让柯兰找你们的领导 我想退出这个行动 可是 可是怎么样 可是我看到 看到那个警察 把柯兰撞死在了礁石上 你胡说 你胡说 我没有胡说 我当时要报警 所以他把我也推下去了 汉峰 你就是为了分手警方的规定 才不愿跟我说的 叶红 我知道你当时受了很多委屈 真的很对不起 我当时真的不能说 都是你们这帮警察干的好事 是 汉峰 你现在的头脑是清醒的吗 清醒 那么你要对你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我们警方发展特情是有严格规定的 你说的那种情况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你不认识柯兰吗 我当然认识 那你觉得他会陷害你吗 什么意思 柯兰亲口告诉我 他是听命于你的 所以 你才是知情人 简直是天方夜谭 晓鸥 立刻封锁现场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许迈出这个屋子版部 事情不是已经清楚了 你干吗还抓我们 我并不认为清楚 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给我指认出 那个跟你联系的警察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他教室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他是你们哪个部门的 你红鬼啊你 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凭什么相信他是警察 柯兰说他是 而且说 他和你是同事 我跟你讲 你少拿这种死无对证的话来搪塞 你明明知道柯兰已经死了 就把什么都往他身上推 你这样做你还是人吗你 我发誓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可以跟他当面对之 你可以把你们所有的警察都叫来 我保证我一定可以认出他 你很得意是吗 你以为你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大海捞针的难题 就能把我难除了吗 好 我陪你玩 我会把所有在册警察的照片找齐了放在你的面前 我倒要看看 你会把这个屎盆子靠给谁 齐国志好像真的不知情 而且他的企业一直在合法经营 我怀疑我们一开始的行动方向就错 不可能 怎么可能错呢 你是不是被那个大头枪迷住了 绍刚 你清醒一点冷静一点好不好 我很冷静 我觉得你不冷静 你肯定是被他迷住 下车 还有什么情况你们都说嘛 少哥 我们在开会 我知道 不就是在调查警方涉嫌杀人的实时真相吗 我是负责行政工作的 更是这场传闻闹剧中的主角 为什么不向我调查 难道你们真的怀疑我是幕后厨师 要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 少哥 总之 在事实和真相还没有水落死出的时候 任何一点我们都不能放过 这是我们的工作原则 你少跟我讲根本大道理 这种事还用调查吗 我们怎么可能呢 干出来用傻事来的 你没有并不代表别的没有 没错 我是不能保证所有人的人都没有 但是我以我的人格代表 我们的警队绝对不会因为破案 而私自发展特警 以前没有 今天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更不会为了破案 邪惑特警办案不成 而杀人切分 这是对我们人民警察的污蔑 是有人肆意在 诋毁我们警察的形象里 知道吗 你的意思是 你能肯定韩风在杀谎 这我不能 既然你不能 那么你刚才慷慨激安地表达 有什么事实依据 你这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我不能证明韩风在杀谎 就一定是我们警方作为吗 你这什么弱节 绍刚 你冷静一点 说话要有分寸 你要相信组织原则 你先出去 有什么话我们会后台 怎么 还在什么问题啊 学长 会开玩了 是啊 坦白地说啊 那个所谓的假警察 一天没抓到 你就一天不能 接同感情 学长 难道说 你也相信这场闹剧 你是不是也认为 王领峰是我的好战友 我的救命恩人 为了早日破案 洗涮我内心的愧疚 我是什么违法违规的事情 都干得出来 我情绪再躁动 可是我的脑子还在啊 我怎么可能干出这么蠢的蠢事来 我怎么可能去私自发人特勤 再说了 柯兰也是我的好朋友 局长 这事儿说不通吗 少嘎 我当然不相信这样的蠢事 但是韩风的口供 我也不能说它是捕风捉影颠倒黑白呀 社会娱乐已经出去了 这种失控的局面 极有可能影响梁诗林的工作 使齐国志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 你想啊 我们承担得起这样的后果吗 在没有新的证据之前 我们不能再对韩风适应激压了 必须立即放人 我不同意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人放了 那栽在咱们身上的嫌疑 不就跟点错事了吗 少刚 你听我说 我不听 少刚 我何尝不知道 现在放人 社会舆论会怎么说我们 但是你又没想到 韩风大病未遇 在没有确切的证据 证明他故意给我们警方栽赃的情况下 继续积压他 这会对他的身体康复 造成多大的损害 这个设想是我提出来的 我的想法是 在各种情况错综复杂 事实真相 一时难以大白的情况下 我们宁可自己承受一些压力和委屈 也不能给无辜的人 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 那我还能干什么呀 你呢 集中精力 把那个假警察找出来 你放心 你就是不这么说 我也会亲手把这个坏蛋 给逮住了 我来我来 别 我来我来 没事 我来 叶红 嗯 我现在觉得心里好舒服 什么也别想了 咱们回家吧 哎 一起看 队长 这叫什么事啊 再次停止调查 啊 这黑锅都让我们给背了 小鹏 你放心吧 这个事 我们肯定能查个水落石出的 还怎么查 韩风人都给人放了 别着急 坐下说 如果韩风真的是以说谎来逃避我们追查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罪犯 对待这种人 如果我们不保持强大的威慑力的话 他怎么可能会说实话 毕竟 他如果不说实话 反而可以逃避追查 说了以后他反而逃避不了 你想想 他怎么能干出这种傻事来呢 小鹏 好 这个事啊 我也再三考虑过了 我觉得 韩风也许没有说假话 你想啊 如果说韩风 不是杀害柯兰的凶手 如果说韩风说的 受警方的指派 在齐国志身边坐卧底 是真的得罗了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话 会不会是有人冒充我们警察 而且还牢牢地掌握着 我们内部的情况 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谁啊 你好 你还真早啊 查让你们休息了吧 我有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 需要问一下韩风 我可以进屋里说吗 事情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你怎么还没完美了 来骚扰我们呢 我知道 回忆过去会让你们痛苦 但是 我希望你们也能理解 我们警方一点 为了不让真正的凶犯 逍遥法怪 我们必须要抓住 他犯罪的任何蛛丝马迹 韩风现在是不是自由了 是的 那一个自由人 有没有权利对你们说不 那当然 那对不起 韩风现在身体很弱 不接受你们的审讯 请你离开 叶红 你听我说 我知道 我在你眼里 就是那个唆使 韩风和柯兰去做卧底 从而给你感情带来巨大痛苦的 那个幕后主使 你对我有看法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 请你相信我 我现在的所作所为 有丝毫的作秀的成分吗 我对于那件事情真的一无所知 现在社会上各种舆论 现在社会上各种舆论 对我们警察 对我 是怎么样的 你应该很清楚 可是我们为什么 还如期地解除了对 韩风的积压呢 用我们局长的话来说 韩风现在大病未遇 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 韩风是给我们警方栽赃的情况下 继续积压他的吗 会给他身体康复造成重大的障害 现在各种疑点错统复杂 事实真相难以搭配的情况下 情愿我们多承受一些压力和委屈 也不能给老百姓造成更大的痛苦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难道说你们就不能配合我们一下吗 少队长 那你究竟想让我做些什么 我们从沈公安厅请来了 最好的化线专家 我们希望你 尽可能详细地给我们描述 那个指使你去做卧底的 那个警察的所有详细特征 差不多 眼睛再稍微大一点 差不多 那个 嘴里那儿再稍微大一点 嘴巴刹大一点点 就这样 那儿就这样 别担心了 这儿就这样 你让我拿到原来 你怎么会干啊 你怎么会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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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干的 你怎么会干的 你怎么会干的 你抓住他 韩芳 你抓住他 我是警察 我是警察 抓住他 抓住他 你站住 我是警察 我是警察 上官 好 局长 情况都搞清楚了吧 搞清楚了 我们都让这个疯子给爽了 要不是我们当初太不谨慎 让他暗中跟踪 并了解了我们的办案思路 也不会 局长 我请求处分 我们的确是大意了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关键是 要想出下一步应对的办法来 局长 我觉得齐国志极有可能 就是那个贩毒集团的不干分子 我想 对齐国志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我完全同意 少哥 你有没有想到 王立峰生前所描述的这个情况 怎么跟齐国志在领海的不一样呢 我想过这个问题 局长 你放心吧 我会有份存在 他叫王领峰 我十六岁当兵那年 他就是我的班长 也是他 把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少年 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特警队员 他先后三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为此 他付过两次重伤 所以说 他既是我的恩师 更是我的救命恩人 可是没想到的是 事隔这么多年 他还是为了救我 却永远地倒在了领海 韩方 你别再犹豫了 现在是你从危险的中心 安全撤出的最好时机 你想 你大病未遇 你和叶医生的感情裂痕 也需要修补 甭管你用哪个礼物 你都可以合情合理地迅速远离齐国志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 也许这番话 在柯兰让我做卧底之前 我听了会很紧张 我会不顾一切地 从齐国志身边离开 但是现在 我不会 为什么 楼卫生冒充警察这件事情 给我和我的家人 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而且让我失去了 个非常好的同事 那就是柯兰 但是这无疑让我看清了一个事实 齐国志绝对不是你们下面 应该重点针对的目标 你们的侦察方向一定是搞错 退一万 齐国志真的是 贩毒集团的一份子 那也已经是过去 肯定不代表他的现在 韩风 你这样说话是不是太绝对了 一点都不 因为在领海 没有谁能够比我 更加接近齐国志的心 也没谁更比我 能够准确地评价出 齐国志的为人 齐国志自开场以来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合法的 韩风 你何苦为齐国志辩护呢 他有没有问题 你就让警察察去 他也不会因为你的离开 就蒙冤受去 那万一齐国志有问题 你现在不离开的话 不是有很大的危险吗 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你了 叶医生说得对 你一定要三思 凭我的直觉 齐国志一定有不光彩的过去 这我相信 所以现在我就更加不能离开你 你们知道吗 齐国志为了接这个公益性的订单 他花了多少钱 他几乎把自己的一切全都押上去 退一万步说 远东可能真的是用脏钱建起来 但是他正在把它往正道上用 如果这时候我能助他一臂之力的话 远东将会成为一个前途无比光明的企业 将会成为为社会做贡献的企业 而这时候我要是走了呢 齐国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把远东重新当作一个罪恶的基地 这难道是你们愿意看的吗 我承认 你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 未免太偏激 太极端 太理想化 你想过没有 万一齐国志是一个 比你想象的 要凶险和狡猾一百倍的罪犯 你这么做 很可能无意中成为他的殉葬品啊 不是还有你们警方的帮助 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可是熊鹰也有打眼的时候 那我就认了 因为我认定 我寒风在远东多待一天 远东就能离邪门歪到云一天 如果我能多出一份力的话 邪国志就能往正道上多走一把 我要真的为此丧生的话 那我也觉得死得起死 我 我 我来送你们被查抄的物品 好 谢谢 来 给我吧 来 进来坐 进来吧 叶红 走 我去给人齐杯茶 走 走 对 签个段 再看一下 爽没法 你还是要回到齐国志那儿上班 对啊 真是固执 我劝你啊 改变主意 你这是传达命令 还是征求我的意见 你现在是自由的 警方无权干涉 对了 我把你的想法跟局长说了 局长让我转告你 警方现在确定的侦查目标 就是远东集团 齐国志呢 也会感受到这种压力 所以啊 他会加紧他的步伐 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 我们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 无论大小 在你做出决定之前 必须随时地通知我们 切记啊 不要自以为是擅自行动 千万要记住 你和柯兰当初的教训 好 好的 谢谢 我会记住的 对 这是我和局长的电话 我们二十四小时开机 有什么情况 我们随时会赶到 好的 好 对了 我想问一下 你干嘛那么着急 要回你的东西啊 其实呢 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大用处 最关键的是这个笔记本 这是我在远东 所有的原始资料 没有它 我回远东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好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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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少刚的话我都听见了 少刚的话真的让我很担心 你为什么那么毅然地重返险地呢 韩风 你能回来 我真是太高兴了 你可不知道 前些日子我是多担心你 这次出这个意外 我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回来以后努力工作 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保证不耽误新药的投产 瞧你说的 好像我担心你 就是怕你影响我挣大钱似的 做老板的嘛 有这样的想法 那也是天经地义的嘛 不过说到影响 咱们还真遇到点麻烦 谢谢 前些日子 集团的局域网 遭到了电脑病毒的破坏 特别是你们实验室的电脑 硬盘都损坏了 小林姐 很多实验数据都丢失了 所以当务之急 是怎么想办法 把这些数据找回来 要不然 咱们谈不上继续工作 还好 情况没有那么糟 你知道吗 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实验 我把里面的流程跟数据 全记在笔记本上了 所以说咱们是有备份的 真的 那可太好了 小林啊 你的笔记本可是救了大吉了 原来我还想 数据丢了 你就算是个神仙 也很难马上再投入实验 不会啊 怎么了 昨天警察给我还东西的时候 我把材料跟笔记本都放在里面 你再好好找找 是不是忘带了 或者放在别的地方 不会是叶红的 叶红 他拿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 跟你说实话 那红的其实挺反对 我现在再回远东的 我知道他肯定是这么想的 他想这笔记本不在了 我即便人回来也不能工作 没事的 我现在回家拿一点 你等等 安芒 你跟我说实话 叶红为什么这么反对你重回远东 我看得出来 这里另有原因 其实没什么原因的 你知道叶红以前呢 是因为家里面的事情 这次克兰出事了 我虽然现在摆脱了警方的怀疑 但是警察这么一介入吧 叶红对有些事情 他就有所查 这么说 警方也开始怀疑我了 是不是叶红也知道了 我那些不为光彩的过去 所以极力反对你 跟我这个坏人搅在一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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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想那么多 我现在回家拿 好吧 就这样 韩风 你能回来 我已经感激提灵了 这件事你就别再插手了 可是我没这笔记本 的确不能工作 把它交给我 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来来来 兰兰 你和韩风都上了那个叫楼伟生的道 我知道 你想为我分忧 你想在暗中绑上我的忙 好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可是 你怎么就这么傻呢 你怎么会被这么个拙劣的骗术所蒙蔽 你怎么就不能来问一问我呢 我知道是我害了你 如果我当初对你的态度不那么生硬的话 你就不会这么不管不顾的忙 从于楼伟生的去世了 叶医生 齐总 想不到是我这个不速之客吧 不请我进去 哪里 请进吧 看来你心情还不错 我这也是说废话 韩风都病好了 身上的嫌疑也洗脱了 你的心情当然会好 齐总今天来 不会是就为了和我老家常吧 其实 我也喜欢开门见山 我知道 你还是反对韩风回到远东来 你觉得我不是一个好人 会害得他失掉前程的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彻底地让你放心 不管你怎么想 总之 我来到林海发展的那天起 我对韩风 只有稀才之心 绝无利用之意 我创建远东 就是为了能办一个 对社会有贡献的医药企业 也许 因为今后的一些原因 我不能一直在远东主持工作 但我绝不会拖累 跟我一起创办远东 付出巨大心血的这帮兄弟们 我不会成为绊脚石的 这些是我公证过的授权书 只要公司 能够完成目前的订单 只要韩风的科研项目 能尽快地上了 远东集团 就能步入正轨 到那时候 我将把我个人的股份 无偿地转让给 包括韩风在内的全体职工 我会自动地消失的 这样 就算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远东也能够健康地 持续地发展下去 齐总 您严重了 不 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韩风现在回来 不是为我 远东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韩风不能走 您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因为有很多事情 如果得不到你的帮助 我和韩风将寸步难行 谁还记得 谁会永远爱我 在你转身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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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如今 你和我 重叠的两颗心 一程相反的梦 而我不知不觉已付出了真心 而你 你忍得太多欲望 只想去远方 爱如此现实 最后所有温柔已变成伤痛 爱再也无法强求 你和我 如果那里才是你 旁边的天空 就让我 用最美的笑容 画一道彩虹 我忍住眼泪 未来的路 我会独自去呈现 所有的北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